75格 就是 像是之前更新 像是之前更新有一個災難 就是它多了一個 像是之前更新 像是之前 像是之前有一個更新 就是它多了一個 4K的2.4比1的這個影像尺寸 像是之前有多了一個 像是之前有一個更新 像是之前有一個更新 像是之前有一版的更新 是它多了一個75格的影像 像是之前有一個更新 就是多了一個每秒 像是之前有一個更新 就是多了一個每秒75格的拍攝 那結果下一個更新 它那個75格的拍攝就消失了 所以他们又赶紧又多出来 就赶快再更新一次 然后把那个75格的东西又加回来 像之前有一个更新是 之前很 在很久以前有一个 之前有一个版本他们更新到一个75格 每秒75格的拍摄 结果他下一次更新 那个每秒75格的东西就消失了 所以大家都一直抱怨说 诶怎么不见了 会不会就真的把他拿走了 结果他们就马上又推出一个更新 就把那个75格的东西加回来 然后他有一些神奇的BUG把它修复 但是到了现在 4年之后的这一个 8.1的版本 就我刚刚讲那个音讯的BUG 还是没有 没有任何解答 就现在没有任何更新 可能是没有人在意这个东西吧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 更新更新更新 然后就会更多的BUG出现 很神奇 你就要慢慢的等 说他们到底要更新了没有 这种问题 这是你 就 以及 来吧 好 好 是用四年挪威牌 是用四年挪威牌 是用四年挣威牌 是用四年挣威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用了这么久 所以这些年来 Blackmagic 所以这些年来我就是带了自己 所以这些年来我就是带着 这台旧的布 所以这些年来我就带着Blackmagic Pocket Cinema 4K 真的是环游世界 就是出国到处乱拍 然后上山下海 到处乱拍各种 所以 所以到目前 所以现在四年 所以现在四年这样拍下来 所以这样四年拍下来 所以我这样子现在 所以现在我已经拥有这个Blackmagic 4K 所以我目前已经拥有这台 旧的Pocket Cinema 4K 那完全没有一次是拍摄到相机有问题 可能过热还是干嘛 这些完全都不是个问题 你只要给它电 给它记忆卡 它就会一直动一直动 就还蛮厉害 因为像Ari的精神 就是很耐操 你只要给它该有的东西 就可以一直动一直动 我没有遇到说什么插孔坏掉啊 或者是什么HDMI坏掉啊之类的 因为我可能都还蛮爱护我的摄影机的 但这些问题都没有出现在我上面 那没有任何问题啊 所以用了 所以就了这台 我已经用了 所以就了这台摄影机嘛 那 那 那我觉得Blackmagic 那我觉得 那我觉得Blackmagic Pocket Cinema 4K 它的硬体也都很耐操啦 就是我这样子 在上山下海 高温低温这样拍摄 全部都没有问题 然后像台湾这样很湿的环境也没有问题 然后或者是出国很干的环境也都没有问题 所以真的是很耐操 那我也从来没有遇到我拍摄的时候 它真的什么过热啊 或者是什么有任何的奇怪问题 顶多是记忆卡